亚洲月来临 美日韩内讧不断 拜登出访先韩后日 一旦处理不好 印太战略或崩溃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卢中诚 欢迎来到中诚talk 今天我们聊聊 拜登欲出访亚洲 先韩国后日本 有何玄机呢 美国总统拜登的五月份 可以说是彻彻底底的亚洲月 既要参加东盟持国峰会 又要访问韩国和日本 还要在日本东京 参加美日印澳四方安全会谈 为了继续推动美国的印太战略 他做的这一切都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在亚洲缔造反华联盟 但很不幸 美国在缔造联盟的过程中 遇到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就是韩日之间的矛盾 一直以来 韩日两国因为历史问题 存在非常大的分歧 尤其是日本致力于修宪强军后 在历史反思方面 不仅越来越敷衍 而且在行动上 也越来越大胆 不久之前 日本再次修改教科书事件 引起了中韩两国的强烈抗议 作为新上任的韩国总统 尹熙悦来说 日本方面的这种行为 完全把他架在了火盆之上 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 他的第一把火就是面对来自日本的挑衅 这不得不说确实是一个大考验 一边是国内民众日渐高涨的反日情绪 另一边是美国大哥的面子 如果处理不好的话 尹熙悦在上任一时就得栽一个大跟头 本想拉着盟友一致对外 不料内讧不断 拜登的这次亚洲之行 选择了先访问韩国 再访问日本 在表面上安抚韩国的同时 拜登的日本之行就显得尤为关键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第一个原因 拜登明白韩国不可能让步的 对于韩国来说 日本在二战期间对韩国犯下的罪行 直到现在 韩国仍然不能释怀 而日本对于历史反思的态度 更让韩国感到愤怒 而刚才提到的 日本再次修改教科书的举动 再一次给本来就日渐疏远的韩日关系 雪上加霜 如果新上任的尹熙悦 在对日问题上做出让步的话 这无疑就会点燃民众的爆点 将对于尹熙悦未来的政治生涯 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 也正因为如此 韩国方面对此事的处理 超出了美国的预期 不仅对日本进行了谴责 而且韩国还婉拒 从对方一起进行联合军演的邀请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 拜登也算是看明白了 想让韩国在根本性问题上让步 基本不可能了 当初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时 就闹得沸沸扬扬 如果韩国再因为美国施加的压力 对日本让步 不仅尹熙悦不好过 美国恐怕也将陷入非常不利的境地 第二个原因 日本不能没有美国的支持 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 庆祝难输 这导致了日本不能在设计历史的问题 和领土争端上面有一丝丝的躁动 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 韩国便会立马进行强势回应 近些年日本自己也明白 之所以会逐渐松绑 全都是因为美国的庇护 如果美国这把保护散撤了 那么对于日本而言 无疑是灾难性的 那些同日本有过历史恩怨的国家 无论谁动手都够日本喝一壶的 因此美国不能撤 如果美国来劝日本做出让步的话 那么日本将别无选择 可以说拜登的此次亚洲之行 带着重要的目的之一 就是调和韩日之间的矛盾 一旦韩日处理不好 美国的印太战略将大打折扣 甚至可能会全线崩溃 也正因为如此 韩国也是在用实际行动 硬逼着美国支持 而美国为了达到自己的战略目标 又必须硬逼着日本做出让步 作为一个把全部身家都压在美国身上的国家而言 日本一方除了让步 也并没有其他选择 如果届时能用一句话形容日本的心情 就是哑巴吃黄莲 有苦说不出 好 各位网友 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